日前一组杨蜜的古装就照曝光 照片中的杨蜜可爱俏皮 皮肤嫩的可以掐出水 然而旧杂质的杨蜜就不这样了 头上的小卷毛有点非主流不说 这炸开上去根本不像我蜜好吗 还有这张 不知道是打光还是妆容问题 杨蜜这个白皮星球的人 居然也有黑的时候 杨蜜的好闺蜜唐燕 也被爆了一张旧杂质照 还真是不同风格的都有 不过那时候唐燕有些婴儿肥 所以看起来脸也有点大 唐燕和乔任良也一同上过杂质照 妆容十分憔悴 穿衣风格亮闪闪的 不过唐燕现在可以说是越活越嫩啊 对比一下18岁的她和现在的她 明明是现在更像18岁啊 而baby是内魔出身 对于她而言 旧杂质照片更是多如牛毛 更加尴尬的是 前段时间凤姐看到了baby的旧照 还调侃说 谢谢这世界上有长得和我差不多的人 不知道baby知道后 是不是内心受到了暴击啊 天仙刘亦菲很早就出道 不过曾经也有黑历史的旧杂质照 比如这一张蓝色的眼影和当年流行的柳燕眉 看上去真的是毫无嫌弃 和胡歌的这组杂质写真 会常吐气 尤其是老胡 这大华衬衫大T恤 谁能把它和现在的熟男气质对比呢 蔡依林作为台湾歌坛一姐 当年也是红的上病了杂质封面 当然也留下了满满的黑历史 这些旧照 网友直呼 不敢认 不过 不是所有人的旧杂质照都是黑历史 比如王祖贤 旧杂质上更显差女神光芒 钟楚红的旧杂质照也是风情万种 相对来说 香港的一些旧杂质照 一直都走在流行的前线 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呢 这些旧杂质照